近日 四川省发布新版《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 其中取消了登记对象是否结婚 生育数量等限制条件 而受到舆论广泛关注 有不少网友表示 这是不是在鼓励未婚新孕 未婚生子 对此 记者也采访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口学系主任杨凡 我认为这次管理办法这个调整的初衷 是为了让生育登记回归到它原本的功能 也就是说它是单纯的对生育这一人口事件进行进行收集 而把原来附着在生育登记中的一些限制性条件的 这样的审批的功能松绑了 这样的一个政策它是基于结果的一种脱底性的政策 它不是说一种引导性的政策 它是为了保证每个孩子 每个孕妇都能得到 这个国家所提供的生育服务 而不是说是去鼓励大家不结婚生孩子 而针对网友的另一个疑惑 就是生育登记服务是不是给孩子上户口 专家也给出了解释 那还不一样 因为生育登记呢 它是指去记录生育这样的一个事件 而上户口呢 它其实就是说 把某一个自然人的信息夹到某个住户人口中去 它其实是两个部门在管 生育登记它是在卫生健康部门 然后上户口是在公安户籍部门 所以两者不是一回事 其实给生育登记服务松绑并非四川省首创 此前广东 安徽 陕西等省份都出台过类似政策 例如2022年5月1日起实施的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生育登记管理办法中 就明确提出 生育子女无需再审批 实行全口径生育登记制度 并在登记流程 办理材料和办理实现等方面 更加优化 更加便民 2022年6月 陕西省卫健委发布 陕西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 其中明确 夫妻生育子女的 应当在怀孕后至孩子出生6个月之内 办理生育登记 其他情形生育子女的也可予以生育登记 2022年8月 安徽省卫健委发布了 关于完善生育登记制度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你在办理生育登记时 不再受生育子女数量的限制 也不再受结婚登记的限制 对此 专家表示 这是地方政府在完善生育登记制度的 一种具体的探索和落实 就在2021年的时候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个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的一个决定 其中有一条就提到了 要完善国家的生育登记管理制度 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 就细的人口监测体系 在2021年的12月的时候 国家卫健委又印发了一个指导意见 专家还表示 无论是中央的指导政策 还是地方出台的各种办法 不仅能减轻群众负担 还会使得生育服务保障覆盖面 会越来越大 无论是国家的指导意见也好 还是各地的这种办法政策中 其实都可以看到 它的程序上都比原来简便多了 这个登记的时间地点也很灵活 还加强了部门间的这种协同 实现了很多的这种联办 这样都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会使服务的人群 它的覆盖面会更广 然后服务的周期也会更精准 你得到的信息越多 进行政策的应对 也会更准确 更及时